密室中 李女士表示 自己最大的担忧 是怕大儿子还会去赌博 真正的担忧就是他老大 担心的是他没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怕继续这样玩这个的话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对此 观察员廖喜宇提醒李女士 大儿子不但要戒赌 还要学会担责 自己去还债 对于大儿子的事情 你不需要再为他担什么了 自己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 让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 你把所谓的都一个人扛 我扛不了 我咬着也要扛 我边扛 我边流泪 我就在边埋怨 我就在边自责 对对对 好吧 不要了 你要告诉孩子们 妈妈的肩膀已经扛不了了 大儿子你扛什么 小儿子扛什么 要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 场上观察员北辰 在和两个儿子进行交流 北辰叮嘱大儿子 千万不能再去赌博 第一 以后绝对不会再碰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妈妈现在心悬着 包括跟你弟弟 他不太敢相信你了 你要让妈妈安心 咱们犯点错误 不懂就舍不舍了 我们知道了我们改 但是不能有第三了 第二 现在的这个债务 自己用正当的方式 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不会再有任何遗留的问题 大儿子表示 愿意自己解决债务 自己承担责任 而密室中 谈到母子之间的关系 李女士告诉廖喜玉 虽然她和大儿子关系冷淡 但其实在她心里 大儿子一直是她的骄傲 只是她从未跟大儿子 表达过这份情感 其实她还是挺优秀的 她干那个工作 得了很多的奖杯 消灌 你听到儿子得了这么多的奖励 跟儿子表达过吗 哎呀 儿子你真棒 你得了这么多的奖励 妈妈很开心 会说吗 就是没有 她拿再多的奖回来 你还是眼泪 还是拉这个脸 那孩子就感觉不到温暖了 你有时候可能也会 把过多的压力 把过多的承受不了的东西 你会挂在脸上 有时可能也会 抛向大儿子 不是小儿子 他怎么做 怎么努力 可能都换不来母亲的笑容 这一点 你要注意一下 好吧 好多鼓励孩子 都去努力 我相信你们是最棒的 你要给孩子们一起 积极努力 向上的这种嘱托 孩子们才会快乐起来 把所有的精力 都盯在两个孩子身上 就会让两个孩子很有压力 你去找自己新的生活 我自己快乐起来 你这么一轻松 孩子也轻松呢 观察员廖喜玉 希望李女士 对两个儿子 少一点抱怨和批评 多一点鼓励和认可 而且 现在儿子们已经长大 他要把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 丰富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变得快乐起来 另一边 为了加强母子交流 观察员北辰建议 两个儿子 多基于母亲情感关怀 多和母亲分享生活 他这个阶段 这个年龄 再加上他的特殊的经历 他是经常会感觉到失落的 最好每周抽出半个小时 一起聊聊天 你吃个泡面 因为我说妈 我今天吃了一个 从来没吃过的口味 你发里边 他都能高兴半天 不会有这种 情感的空虚或者孤单 给他鼓鼓劲 你放心 我们很好的 给他鼓鼓劲 妈妈现在很悲哑 妈妈以后 任何问题 你不能忍着 这跟我们说 这一点跟妈妈说一说 先达成一个故事 大家以后 沟通问题的时候 用一个平常性的 坐下来好好谈 慢慢地缓解 这个局面 对 哪怕你兄弟之间 商量商量的也行 弟弟以后多注意 因为你哥哥呢 他有一些地方 也需要恢复自信 那么最终 一直无法心平气和地 沟通的母子三人 将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们又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 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呢 我会讨计